字幕組 distortion of 制裁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星 這次我們要介紹一下台版最新的一個地堅 活烈焰地堅 那這個地堅是在1月22號 維修之後開放的一個地堅 那這邊有兩種可以前往 烈焰地堅的一個方法 首先第一種是哈丁的傳送 花費直轉就可以傳送到烈焰地間的二樓 就是撞飛的一個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 你跑那個火龍窟 從火龍洞裡面進去 那他的入場等級限是68等以上 然後傳送費用是10萬金幣 使用時間是每日5小時 跟這個一般地間是共用時間的 然後每天早上的5點會重置 重置那個地間時間 那這個地間有1樓跟2樓 那1樓是一般區域 不可以基地坐標 然後大家可以隨機傳送 就是裡面可以使用順捲 就是1樓的部分 然後2樓的部分的話是 也是一般區域 也是不能基地坐標 但是2樓都不能傳送 2樓不能使用順捲 大家要注意 所以1樓的話你可以順飛來找怪物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怪物一覽 烈焰季間的1樓 有這個烈焰獸 烈焰獸會噴這個新技能 神射手 還有五關頭盔 接著是烏拉帕 這是新怪 他的外觀類似 寄居蟹 然後他會掉落這個 破壞雙刀 還有五關手套 接下來是爆彈火 他會掉落這個 新的技能 殷喜 這是妖精的一個技能 還有五關頭盆 再來是火器 他會掉落 毀滅巨劍 還有五關頭盔 他基本上 烈焰地間裡面的怪物都會噴一樣 光系列的一個道具 這邊好像只會噴五關的 然後神光系列的好像是不會噴 所以搞不好之後會有一個 藍兵地間之類的 然後會噴這個 神光系列的一個裝備 搞不好會有 那我們來講一下弱點主性的部分 這邊有兩種弱點 第一種是風弱點 風弱點的怪物有爆彈 然後還會噴新的技能 神射手還有陰璽 神射手還有陰璽 還有陰璽 還有這個火蜥蜴 有三種怪物是水屬性的弱點 然後接下來是主攻怪物的部分 主動怪有火蜥蜴 還有陰璽 然後被動怪有 烈焰獸 爆彈花 那一樓的特色就是這邊沒有大怪 然後也不會壞刀 然後水屬性弱點的一個怪物比較多 有三種 然後還會噴新的技能 神射手還有陰璽 有兩種技能會噴 所以想要打這兩個技能的話 可以來歸一下一樓 接下來是烈焰季節 二樓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這個火焰高倫 火焰高倫會噴法師的新技能 神聖迅猛 還有雷雨之劍 接下來是阿西 阿西會噴這個狂風之斧 感覺就有爛 接下來是卡烏爾 但是外觀類似這個實驗體 黑騎士當作區域一樣的實驗體 然後他會噴這個技術書 送運大師 還有五關長缺 接下來是熔岩高倫 他會噴這個鑽頭台 也是提示的一些技能 還有體力褲子 接下來是庫里安 他的外觀類似蜘蛛 類似異形 然後他會掉落這個破壞甘爪 還有五關褲卡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小惡魔 再會噴這個技術書 暗A復仇 這是暗奇的一個星技人 還有這個破壞者鑽煙劍 然後我都會噴 最後一個是火焰弓箭手 會噴孤寒之矛 他好像跟阿西兩個是比較 噴比較爛的東西 那這邊二樓也有兩個弱點 一個是風屬性的弱點 有這個熔岩高倫 還有火焰高倫 這兩個高倫都是風屬性的弱點 接下來是水屬性的弱點 有阿希 還有卡烏爾 還有庫里安 小惡魔 火焰弓獻手 這幾隻都是水屬性的弱點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主動怪的部分 主動怪的部分有小惡魔 庫里安 還有卡烏爾 還有阿希 這四隻都是主動怪物 然後被動怪物就是有火焰弓獻手 火焰高倫 火焰高倫 這幾隻就是被動怪物 接下來是大怪的部分 大怪的部分有 有熔岩高倫 還有火焰高倫 還有卡烏爾 跟阿希 那怪刀的怪物有這個熔岩高倫 和火焰高倫 所以二樓的特色是大怪比較多 然後怪物會怪刀 然後會噴這個新技能 神聖迅猛 古代 龍雲大師 還有斷頭台 跟這個暗A復仇 會噴4本新的技能 所以想要打這個新技能的玩家 可以來烈焰地間 一樓二樓都會噴 所以來這邊尋寶 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玩家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訂閱 按讚 跟分享 好 那謝謝大家 掰掰 D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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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